亲爱的弟兄姐妹 敬拜堂的家人 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们这个线上的主人崇拜聚会 愿你们都能够安好 今天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 主 我相信你 主 我相信你 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如果你知道在你的面前 可能一瞬间 他将永远改变你的生命 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时刻 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时刻 你会要如何做呢 如果你知道有一刻即将到来 那会是一个神圣的时刻 在那里呢 上帝会以特别的方式来跟你相遇 你会如何做呢 而且这一切将改变你 以后的生活 以后的生命 使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如果你有了一个时刻 是决定性的时刻 你所做的选择 将决定你未来的方向与动向 那该怎么办呢 你要如何对待那一刻呢 你会要如何去预备好 并且去认为一定是他呢 一定是这段的时刻呢 你如何要辨别和识别他呢 这个片刻刹那 或瞬间就好像天上的星星 海滩的沙里面那样的多 其中任何一样都可以证明 是你最重要 而且有可能是你跟上帝之间 最神圣的时刻 有时候可能看起来 在平凡的表面之下 却是包裹着如此的神迹 或者是奇迹 有时候这个片刻 这一瞬间或者是一刹那 是一种的奥秘 是不可思议的 可能有时候却会是 让人难以理解的 他们可以小知道被忽略 又或者是大知道 可以改变你和我的生命 我相信这会是 你跟我的时刻 这是上帝所命定的 这个神圣的时刻 也是上帝所命定的 在我们生命中 至关重要的一个时刻 我们的教会 神教会敬拜堂 大约在38年前 在这个Daman Rasa Jaya 租用了一间双层排屋 开始聚会 至今已经影响了 福荣寺 拉萨区 数百 可能甚至数千人 今天我们要感谢上帝的 不单只是一人 因为不单靠一人 乃是因为上帝的信实 包含了所有 可能有人参与的 弟兄姐妹当中的牺牲 付出 他们付出了他们的时间 他们付出了他们的资源 和才干 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敬拜堂 我们才有所得着今天的成就 为着你们感谢上帝 给你们自己 还有给我们自己 大大鼓励的掌声 Amen Hallelujah 所以在我们整个教会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可以看见 上帝如何一步一步 引领我们可能甚至是从几人 几十人 几百人 可能甚至影响到数千人 一直到今天 三十多年前到现在 上帝的信实是从未改变过的 包括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开始 神也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来动工 所以当我们在成长 跟成圣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继续学习 当上帝召唤我们 当上帝呼召我们 在我们所处于的岗位 无论是在教会 无论是在家庭 学校或者是职场 我们必定会有被上帝呼召 所要活出的职份和使命 所以今晚 当我们要在成圣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一同来学习 这些好的原则 好让我们在奔跑这个上帝的 这个道路的旅程上面 也能够大大的来鼓励你 好让这些原则 能够大大的来建造你跟我的生命 那么相信呢 我们每个人 活在这个世界上 在我们一生当中 我们都有过许多的梦想 我们可能曾经 也会有许多的梦想 那么我们想知道未来是怎么样的 我们也想知道 我们未来的梦想是否能够实现 或者对于我们的下一代 跟我们的孩子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甚至是希望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 是能够获得成功的 那么下一步我们要如何做 我们如何能够抵达 我们向往的地方呢 这就是今晚要跟大家所分享的 这一些的原则 我们要如何拥抱未来 我们要如何来看 我们的将来呢 首先 我们要相信 上帝能做的 比你想象的更多 我们要相信上帝能做的 比你想象的更多 在马可福音9章23节里面说到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如果我们想拥抱未来 我们就必须要相信 而且我们要有信心 所以在这个马可福音9章23节 耶稣如此地教导门徒 他也希望门徒来遵守 这样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有信心 因为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因为耶稣他知道什么呢 耶稣他明白 他知道信心是能够产生能力 是能够给人产生动力 驱使我们继续前进的 所以当我们信心满满 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 当我们充满了信心 我们就能够创造无限的可能 我们的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因为信心是打开 通往上帝 要我们所到达的 那个道路之间的 那个开锁 那道门的钥匙 所以我们的信心 跟我们的信念 是当下的 这个的力量 以福所书 3章20节如此说 神能照着运行 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并且什么呢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信心就是相信上帝 能够做比我们想象的更多 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 是充充足足地供应我们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我们所有人 在上帝的面前 都一定会被赋予 那一定程度的信心 而且我们是有责任 来使用它的 圣经教导我们 就算是很小的信心 我们也能够看见神迹 就好像很小的信心 我们也能够产生奇迹 只是在于我们被赋予信心的时候 我们做了些什么 我就讲我自己的经历 好了 很多时候 在我信主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上帝很有趣 可能也很可爱 在我的生命当中 祂一定会懂得来提醒我 圣灵常常提醒我 跟我说 李美一李美一 你看看 你看看这天上的飞鸟 你再看看这地上 有时候那些鸟飞来的时候 它们不中 也不收 可是上帝尚且看顾它们 何况是你呢 李美一 神一定会看顾你的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有很多时候 信心我们好像是 看不见的 可能摸不着 最近我也在上一门的课 我老师也在里面讲到 其实信心跟理性是并存的 很多时候 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现 特别是在这个 福音书卷里面 耶稣向门徒 跟向众人 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 可能那时候会认为 是像当代人 他们可以听得懂的话 或言语 或者是随着 当时候他们的世俗 文化习惯 他们当时的生活环境 所讲下的比喻 其实是有道理的 信心跟理性 我的老师说 是并存的 为什么呢 耶稣跟门徒说 你看看天上的飞鸟 它们不种也不收 你看看田里间的 那些百合花 可能用了明天 就要丢在火炉里了 可是上帝尚且 那么漂亮的 来装饰它们 上帝尚且 那么样的看顾 天上的飞鸟 更何况是我们人呢 所以上帝要我们思考 信心也包含思考的 弟兄姐妹 敬拜堂的家人 信心 我们是对盼望知识的 一个把握 可是信心当中 也包含着我们的理智 也包含着我们的理性 就是说 耶稣用比喻对我们说 你看看天上的飞鸟 你看看田间的野花 神也看顾它们 神也让它们 有秩序的来成长 也喂养它们 更何况 我们是人呢 我们这些属于上帝的孩子呢 我们不比他们更为宝贵吗 所以上帝必定会看顾 我们的需要 而且就好像这个经文里面 以福所书三章二十节说到了 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不管我们需要的是什么能力 我们所缺乏的是什么 上帝必定能够照着 在祂里面所要祝福我们的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我们思考看看 如果上帝都尚且看顾这世界上的生物 更何况是在祂的眼中 被看为更加美好的人类呢 我们人呢 属于祂的孩子呢 天父一定会看顾我们 但是有很多时候 太多人选择 没有使用他们的信心 却一直紧抓着 放不下过去的问题 就好像我们在驾车的时候 当我们一直在看着那个倒后镜 当然驾车一定要看到后镜 看看那些车才能够安全的驾驶 可是就好像 我们一直在倒后镜 看着那过去的事情 捆锁在过去 不能够释怀 一直活在过去 对于当中的有些人来说 可能是很艰难的 但是却要记住 却一定要记住 这第二点 你不能改变过去 但你可以改变未来 你不能改变过去 但你可以改变未来 曾经可能在我们的服事里面 我相信有些的领袖 弟兄姐妹 或者是牧者们 一定会看过或遇见过许多 还是活在过去 被过去捆锁的一群人 他们可能经历了一些的悲剧 失业 财务逆转 失败的关系 或者是其他的挫折等等 这些 这种失望 失落 沮丧的时刻 可能写下了他们那种 未来的木字名 可是就是这些时刻 如果他们还是活在过去 他们就被这些过去盗取了 他们未来有可能的宝贵机会 我们能够伤心 我们能够沮丧 我们能够悲痛 我们也能够挣扎 可是弟兄姐妹 敬拜堂的家人 到一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们要跟自己讲 Stop 够了 要把它画上句号了 要放一个Food Stop了 说 好了 够了 我悲痛够了 我哭够了 我痛苦够了 我挣扎够了 我也恐慌够了 是的 是时候 我要收拾好心情 是时候 我要整装待发 我要继续前进的 我不能够一直活在过去的 所以如果我们继续活在过去 我们就是在放弃未来 如果我们选择 一直继续停留在某个时刻太久 我们就不能够握住将来 我们也不能够握住上帝 为我们计划的美好将来 以赛亚书43章18到19节 18节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 19节 看啊 我要做一件新事 如今要发现 你们岂不知道吗 我必要在旷野开道路 在沙漠开江河 有没有可能啊 在人可能看为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上帝里面 凡事都能够 因为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所以让我们停止 停止一切 可能对可能即将发生的事情 产生那种恐慌 一直活在那种恐惧里面 弟兄姐妹 我们要画上等号了 我们要跟他告别 不要再见了 要跟他做个告别事了 为什么 因为坏事可能发生 有时候我们也可能是 情况或境况当中的受害者 我们可能也会为自己的损失 有时候会感到很悲伤 很沮丧 那么我们要怎样做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我们承认是我们很痛苦 可是呢 我们还是要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所以我们要停止了 那种所谓的活在过去的 不管是恐慌 恐惧 害怕 没有方向 没有盼望 不知如何是好 画上等号了 真的跟他正式的做一个告别 我们要继续下一步 换上高速档 就好像你驾车的时候 如果你是驾manual的 你就换上另外一个的档号 继续前进了 不要停止不前 不要向后倒退了 要继续的前进 换上这个高速档 继续的前进 所以第三 你不能以中立的态度 来跟随上帝 你不能以中立的态度 来跟随上帝 所以让我们要怎样呢 主动出击吧 让我们主动出击吧 我相信上帝创造了你和我 创造我们每一个人 是要我们去做某事的 是要我们去干事情的 是要我们去为他而活 去活出他的招命 活出他的使命的 而不是活在恐惧 过去害怕当中的 所以停止 停止向后看了 让我们勇敢向前 让我们勇敢向前 因为上帝冒险的旅程 真正在等着你跟我来参与 因为上帝这个冒险的旅程 正在等着你和我来加入 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 可是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要愿意迟开脑步 我们要愿意迟开脑步 勇敢地走下一步 勇敢地走下一步 当我们审视或观望 在这个世界上 那些身具影响人的人物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难地发现 他们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不只是停留在观望而已 不只是在观望台 观望事情的进展而已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是什么呢 他们都在前进 在做着某些事情 他们都在前进 在做着某些的事情 所以他们不只是观看 他们不只是思考 他们也行动 所以如果你想抓住这一刻 那就必须要采取 这个主动的态度 我们必须要准备好出发 这可能有时候会让我们觉得 很不方便 也不会让我们觉得很容易 但是却是时候跟过去告别 我们要正式的采取行动了 因为我们不能够再采取 那样中立的态度来跟随上帝 我们要的是要积极的态度来跟随神 圣经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见 充满了许多被上帝打断的 平凡生活规则的人的那些的故事 当我们阅读他们的时候 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些圣经人物里面的男男女女的身上 都能够像他们一样 拥有这个冒险的精神 我们来看一看 当上帝打断他这个平凡生活的条规 并说他会生下弥赛亚的时候 玛利亚当时才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而已 可以想象得到吗 彼得是一名专业的渔夫 耶稣打插他 并呼召他进入事工里头 当他还在专业捕鱼的时候 耶稣却呼召他跟他说 我要使你成为得人的渔夫 当耶稣对保罗说话的时候 其实保罗正赶往这个大马师哥的路上 而真正的问题来了 当上帝在打插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生活的规规正正的时候 当上帝好像有点打乱我们的计划的时候 我们会如何回应呢 我们是否愿意马上换上高速党 愿意跟着他走吗 还是我们停止不前 很多时候人会倾向于忽视上帝的呼召 反而更为专注于 看事更为确定的事 就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事情 我们更加的确定 也许上帝其实在呼召你和我 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冒险 要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 所以就要让我们来启动他 并做出一些正确的事情 让我们停止不要再向上帝辩论了 可能在这段时刻 在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 有没有向上帝辩论呢 辩论我们的情况啊 宏树我们的情况有多么的不理想糟糕呢 这些东西我们也许可能需要做一个句号 我们也需要向上帝来停止辩论了 让我们停止 去试图找出那些的漏洞 成为一些合理的借口或理由 所以让我们依靠神来学习做正确的事吧 就算有时候人会误会我们 就算有时候看起来 因为我们要跟从上帝 呼召我们活出他的招命和使命的时候 别人可能看起来会让人费解 或者是误解 但是不要紧因为上帝跟我们同在 即使结果看起来不大理想 可是因为上帝在呼召我们做正确的事 你愿意吗 我们愿意吗 耶稣离开克西玛尼园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就是在那里他很努力的去接受这个天父的旨意 当他离开了过后 他也马上就是跟随着上帝的招命 去踏上通往这个十字架的旅程 那么我们知道 当耶稣选择了如此做的时候 他必须要承担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结果 足以让他付出性命代价的一个结果 那么其实弟兄姐妹 我们也要知道 当我们与神同性的道路上面 我们有时候也必须要看见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也会出现一些的苦难 也会出现一些的困难和艰辛 我们也不应该来感到惊讶 因为如果十字架能够教导我们什么 那就是我们可能有时被钉十字架后 我们才能够成就上帝 在我们生命计划里面的美好事情 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有过许多的梦 可能看到的可能却是失败的 或者是现在可能是很挫折 一塌糊涂的 可能上帝现在对你说 做新的梦吧 让我们重新出发 让我们勇于做梦 让我们勇于做新的梦吧 因为上帝要我们做好准备 要相信神会赐给我们前进的力量 第四 我们要下定决心完成比赛 我们要下定决心完成比赛 说到这些年来 我相信可能有些当中 或者弟兄姐妹 做牧者做领袖的 可能也包括我自己 很多时候我也很想退出这个赛程 神啊 我很累了 我不想再跑了 我很想再包袱走路了 可是上帝却一直不断地去提醒我 要去知道 要去坚持 看见上帝刚开始呼召我的时候 刚开始的赛程 就是说要坚持我所开始的 我们会遇到困难 我们会遇到艰辛 可是弟兄姐妹 敬拜堂的家人 我们是不亦放弃的 因为我们是上帝呼召我们的 上帝托住我们 上帝会给我们信心 上帝会给我们力量 神会托福我们 会使我们继续前进 不要放弃 所以决心和他不单单是头脑冷静而已 而是专注于一些的目标 这个目标可能也包含一些的事实 虽然有时候无法控制 可是上帝会帮助我们 甚至是有些时候 在我们当中 我们却很想放弃这个战斗了 那种战斗力没有了 可是我们要跟自己说 跟自己的头脑说 也要跟圣灵说 圣灵啊 你来提醒我 你来帮助我 让我能够下定决心 要完成赛程 因为上帝你呼召我 上帝用你宝贵的性命 为我牺牲 你付出代价 所以我一定能够 靠你去成就美好的事情 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说 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 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而且就是按着那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 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们要懂我们的信心 我们跟上帝之间的信心 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要确定上帝是谁 我们信的上帝是信实的 我们信的上帝是不会撇弃我们的 我们信的上帝就算尽管看起来 好像很糟糕 不理想 没有人能够帮助或者理解 但是上帝能够拯救我们 能够理解我们 能够来救我们脱离困境 只要我们不放弃 只要我们继续相信他 只要我们在他里面 依然还有这个梦想 新的梦想 跟他继续的前进 是的 即使我们不明白 可是神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相信他 他必定能够来到帮助我们 与他同行 与他前进 所以我们要知道 我们必须走出去 我们不要停留在悲痛当中 我们不要被那些大环境冲击的 可能新常态里面 或者是疫情的数字里面 负面的消息来影响了 我们要跟主说 我要有新的梦想 我要靠你 我要继续前进 我要有信心 就好像腓立比书4章13节说到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Amen 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 在神里面 在上帝的力量 我们凡事都能 因为在信他的人 凡事都能够 第五 在上帝的计划中 保持灵活 在上帝的计划中 保持灵活 就是要有伸缩性 要有伸缩性 让我们成为主手中的连土 让主成为我们的陶将 可以逃到我们 使上帝能够指引我们的脚步 来规划我们的未来 真言三章五至六节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路上 世上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弟兄姐妹 今天让上帝 来指引你的脚步吧 有时可能他 带你前往这个旅程的时候 有时候会觉得很不舒服 可是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这段的季节 在这个的时段 时刻里面 让我们对上帝的带领 保持一颗敏锐的心 让他完成 在我们里面 已经开始的工作 我们大多数人是 不喜欢改变的 特别是上了一些年级的人 也并不代表全部都是 有很多时候可能甚至年轻的 我们都不喜欢 可能太多的变过或变数 可是上帝知道我们需要 是时候做出改变了 我们是时候需要走出舒适圈了 进入他真正命定的计划里头 所以不要假设 这个上帝的计划只是过早的事情 或者是他只是一直不断重演的 一个历史事迹而已 不是的 不要以为上帝 以前做的事情 只是固定了一个形式而已 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复活的神 我们的上帝是新的神 我们的上帝是行神迹 新世的神 所以不代表说 他以前所做过的事情 现在还是一样的 我们的上帝是更新的上帝 我们可以看见 在摩西的时代 上帝把水分开 然后百姓就过去了 在约书亚的时代 领袖们被先要求过河 然后水就分开了 从这两个事情 我们可以看见 上帝改变了他们信心的层次 上帝调望他们 上帝要他们更加勇敢一些 所以在摩西的时代 他们要看神迹 可是在约书亚的时代 上帝说要成为神迹的一部分 我们敬拜堂的家人 弟兄姐妹 要成为神迹的一部分 所以很多人 我们不要选择 只是在神招会敬拜堂这里 观看神迹而已 不要成为旁观者 我们要成为神迹的一部分 我们要参与其中 Amen 所以今天 不管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可是在这里 上帝跟我们说 我们要相信他 因为在信的人里面 凡事都能够做 Amen 因为在信神里面 在信他的人里面 因为上帝会给我们看见 他凡事都能够做 让我们来闭上眼睛 让我们来思考 安静一下我们的心 在这一整 可能是一年多 接近这两年的时间 我们在无法预知的情况里面 可能弄到我们思绪很乱 可能我们也 对上帝 有时候会失去了信心 我们也活在挣扎 水生活的当中 神啊 我真的看不见 上帝我真的看不见 可是弟兄姐妹 爱你的上帝跟你说 孩子啊 我没有放弃你 孩子啊 我没有放弃你 我还是把你紧紧抓在我的手中 我还是紧紧把你抓在我的手中 来呵护你 来爱护你 只是你是否愿意 再把心交给我 再次相信我呢 让我们现在这个时刻 来举起我们的手 可能我们的右手 可以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跟主说 我们着说 我们举起来 主啊 主啊 不够信心 可是今天晚上 我要看见 当我相信你的手 神你说过 再信你的人 凡事都能 我要在我的职场 我的学校 我的家庭 我的工作 我所有的一切 我的生命 我要看见 神迹 必定能够的 上帝必定能够 在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的困境里面 开江河 在我们的沙漠里面 开道路 上帝所开的门 会一闪又一闪地打开 上帝的供应 会不断不断地来涌流 是的 主啊 交托 弟兄姐妹啊 交托我们的挣扎给神吧 今天晚上 完全地交托给主啊 因为主明了 因为上帝理解 是的 上帝都理解 父神啊 在这里 要为着每个弟兄姐妹 交托给你 让我们在这段的时刻 主啊 我们不放弃地 要来跟随你 到底 坚持 跟随你 到底 就算我们 有困境 就算我们 有艰难 主啊 当我们 全心 相信你的时候 你的话语说 在信的人 反事都能 我们要看见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在我们的生活 每个层面 都会是神迹的一部分 主 今天晚上 我们不要只是成为观望者 我们要成为神迹的一部分 参与在神迹的计划当中 就是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 求上帝你来祝福弟兄姐妹 他们所需要的 不管是心灵上的 不管是生理上的 不管是物质上的 不管是所有一切 每个层面的需要 主 你来依着你自己 美好的旨意和计划 来 一一地 祝福他们 满足他们 所需要的一切 并且充充足足的 把你运行的大能 运行在他们的心中 超过他们美人 所求所想的 父啊 我交托他们 在你的手中 祝福 祝福我的弟兄 祝福我的姐妹 祝福我们敬拜堂的家人们 也祝福线上的朋友们 愿主你的名字 得到最大的荣耀 让弟兄姐妹 靠你的名 勇敢前进 因为他们选择 相信你 感谢你 赐福他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祷告 Amen 现在呢 如果在我们当中 有一些可能 线上的朋友们 你想要认识耶稣 你想接受耶稣 成为你生命中 个人的救主的话 请跟我做 如此的祷告 亲爱的父神 我交托我的生命 在你的手中 我承认 我是一个罪人 我相信 透过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所流出的宝血 能够赦免我的罪 我邀请你 进入我的生命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王 让我能够爱你 一生一死 跟随你 因为耶稣 你爱我 如此的祷告 是奉耶稣 基督的名求 Amen 恭喜你 已经进入了 这个属灵的大家庭 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 你都可以来施信 我们教会的网页 或者是脸书页 或者是观看 我们更多的资讯 跟详情 愿上帝的话语 成为你的力量 愿上帝 今天晚上 一直到你 接下来的日子 都能够带领你 祝福你 Amen 神赐福你